又来了啊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啊 我已经三年多没有吃过早餐了 这三年多呢 接近90%的时间 我每天都只吃一餐 那剩下的10%的时间呢 最多也是吃两餐 三餐非常少 一个巴掌能数过来 那这三年后呢 我现在的身体都有哪些变化呢 或者说我每天只吃一餐 有这么长时间下来 对我的身体有哪些影响呢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三个方面呢 都是长期下来 我自己能明显感觉到的一些变化吧 第一个方面呢 是关于睡眠的 在没有一天一餐之前呢 其实让我最痛苦的就是睡眠问题 因为按照很多专家的说法 人最好每天睡够八个小时 是吧 而且那个深度睡眠呢 至少要有四五个小时 这不是我的说法 是专家的说法 但是我自己感觉呢 就是每天睡十个小时都不够 对吧 早上起来 眼睛浮肿啊 有时候脑袋还疼 每天最难的事啊 就是从被窝里边爬出来 我记得我那会上班啊 闹钟我都得定好几个 就是每隔五分钟想一次 就这样我还经常上班迟到 去了公司呢 就整个人也没精神 是吧 九点钟上班 我必须在那坐一个小时 然后人才能缓过来 而且那一个小时什么都不干嘛 反正眼睛得睁着 但是身体呢就感觉好像没睡醒一样 总之什么都不想干 必须等到十点多以后啊 就深吸一口气 慢慢的感觉那个身体缓醒过来了 然后才开始干活 像这样的状态啊 真的持续了好几年 我曾经一度认为啊 就是这个世界上能阻碍我发财的 可能只有睡眠问题了 我也经常看一些财经类的文章 经常会看一些文章介绍 比如说介绍某个公司的CEO 是吧 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人家早上从六点到晚上十一点 就星辰安排的满满的 我就特别感慨 我说活该人家发财 是吧 那么大岁数了 精力还这么旺盛 怎么做到的呢 就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人天赋异禀吗 异于常人 后来呢 我开始一天一餐之后呢 就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从最开始感觉十个小时都睡不够 到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就够了 就比如晚上有时候看世界杯啊 有时候看游戏比赛啊 搞到晚上一两点甚至两三点 但是早上八点钟起床也没问题 反正六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就够睡了 以前中午呢要睡午觉 现在呢中午呢 就完全都很清醒 就是挺着直直的就愣坐 反正也睡不着 也不想睡 就是大到很清醒 我记得当时还在上班的时候 我是公司里唯一一个不睡午觉的人 还有好玩的就是 我因为我每天只吃一餐嘛 都是下了半回家吃 所以很多新来的同事 就从来没见过我吃中午饭 都很奇怪啊 这个时候呢 一些老同事就会出来说那个风凉话 就说哎呀 他的养生啊 是吧 马上要成仙了 有为什么 呃一天一餐 就是身体会这样呢 其实我也研究过啊 就是可能是因为 血因为我一天一餐嘛 糖水 碳水摄入比较少 因为血糖水平比较均衡 就是高也高不到哪里去 就不会说高到人昏昏欲睡啊 这种 呃 低血糖呢 我也研究过 虽然一天一餐低血糖会低 但是低血糖也跟那个营养不良有关系 我每天只吃一餐呢 呃 主要还是吃肉蛋奶蔬菜 就主食比较少 所以是 所以说营养是ok的 当然了 最开始突然从一日三餐呀 变成一天一餐 身体 是有点受不了 就是特别是饿的时候 我整个人就没力气 就感觉一阵阵的发虚 这样的状态 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吧 其实身体就适应了 也可能是年轻吧 那是 呃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关于体重的 就是我的净身高呢 就是脱了鞋的身高 就是175公分 就我的体重呢 长年就是 将近十几年了 一直维持在126到131之间 今天早上刚刚称的是130.5 呃 有人可能会说 就你这可能是没有肥胖基因吧 就天生的 还真不是这样 大家看我 看我这个 胳膊上这个伤口 这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摔的 粉碎性骨折 我记得当时在医院 医院住了12天医院 那时候134岁啊 出院的时候 一称重呢 正好也是长了12斤 大概一天一斤的节奏 还有呢 还有呢 我脚上有个伤口 这就不给大家看了嘛 是我去年修这个房子的时候 就是在那切割玻璃啊 不小心划伤的 因为那个伤口 窗上面积比较大 我在床上躺了10天才拆线 下了床 我第一时间去撑肿 你猜怎么着 整整长了10斤 接近140了 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 就是说躺着就能瘦的瘦子啊 我天 我家里边也没有什么那种瘦子基因 我弟弟身高178 体重199 非常胖 所以我自己如果不控制 我完全可以在半年时间之内 半年时间之内变成一个胖子 但是我现在一天一餐 那一餐大部分都是敞开来吃 但是也不会胖 当然了 我的一天一餐主要也是肉蛋奶素菜 就是低碳嘛 低碳也是 水果吃的也很少 因为现在水果都是高糖水果 特别甜 我觉得不是很好 也不健康 那至于补出那个维生素呢 我都是去药店买那种最便宜的 药用型的维生素 什么ABCE啊 是吧 一瓶几块钱 够吃几个月的 我老婆呢 也受我影响 虽然她不像我这样坚决啊 一天一餐 但是她也很少吃碳水 她的身高是174 就是体重常年都是在 113左右 其实呢 我也不是那么坚决 就前面也说了 我有10%的时间 是一天多餐的 比如说去那个清洗家串门 比如说来客人啊 比如说出去旅游 那都是为了吃的时候 我才会敞开着吃 偶尔又半夜饿的时候 受不了的时候 我也会吃泡面 螺蛳粉 反正真的好吃那种 反正我也特别喜欢吃冰淇淋啊 或者蛋糕 基本上一年有个好几次机会 我会敞开着吃这些东西 所以我在饮食这方面 说并不是那么有原则 是吧 都比较随意 那有人会问你 一天一餐的时候 那大部分时间 真的是什么都不吃吗 是真的 真的什么都不吃 我妈有一次也学我一天一餐 但是她吃了一个桃子 我就说你这就 你这一天就不算啊 你要明天重新来 我说的一天一餐 就是一天一餐 剩下的时间 你只能喝热水 一点有热量的食物都不能喝 不能吃 咖啡也不能喝 第三个方面呢 是我感受没那么明显的 或者说直观变化 没那么直接的啊 比如说我开始一天一餐之后啊 我颈椎病好像缓解了不少 就是炎症变少了 我以前是随身携在部落风的 就是以前天天趴在那工作嘛 防按工作 脖子疼啊 头疼啊 反正我就吃一克 现在已经有一两年 没有吃过部落风了 但是颈椎还是 肯定还是没好嘛 偶尔还是会疼 我最近也在锻炼 但是肯定比之前好很多 比上班的时候好很多 比那个一天一餐之前好很多 这几年呢 还有一个变化呢 就是这几年呢 我也经常感冒发烧 但是几乎都从来不吃药的 发着烧也会去上班 也会去正常的干活 反正两天就好了 只有去年底的时候 好像感染了新冠嘛 我才那天第一天很难受啊 吃了那个部落风和异血氨基氛 反正吃了也没事了 也许这没什么好说的吧 因为可能就是年轻吧 因为很多人也是不怎么吃药就好了 当然还有个感受 我就说出来 可能会大家觉得我自恋 就是我看上去 可能比实际年龄要小 就我记得我2020 2022年初的时候 那外家宝贝我还不会走路 我老婆是仙桃的 我们去仙桃市打车 我跟那个司机聊天 那个司机突然来了 你是哪个学校的 可能那天我刮了胡子啊 也剪了头发 头发剪了比较精神 反正我当时挺震惊的 然后最近的一次呢 是就在几个月之前 这次就更夸张了 就是我们市里边那个地下商场 一楼 我去那买电子烟 可能当时灯光不好 老板突然就很警觉的问我 你成年了吗 我的电子烟也是有不一定的 不能卖给未成年人 然后我就苦笑着说 我都上多少年班了呀大姐 真的我都是实话实说 我弟弟比我小三岁啊 经常别人都说我弟弟是老大 其实我想过 可能就是因为我比较瘦吧 然后呢上班的时候也很少风吹日晒吧 二一个呢是头发还行 也没怎么脱发 而且还长了个娃娃脸 反正吧 就是看着确实比实际年龄要小 其实吧我都 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 这个这个留个玄奏吧 让大家猜一下吧 看我今年多大 以上呢就是我三年来 就是一天一餐啊 就比较明显的一些感受 或者一些变化吧 至于网上有人说这种一天一餐 或者就是这种断食的方法 会让人得心脏病啊 会让人凑死啊 怎么怎么着 我是不信的 因为我明显的感觉 我自己的状态 比之前一天多餐的时候 也要好很多 我说这可能也跟我的饮食结构有关系吧 就虽然我一天一餐 但是我也是 我都是低碳饮食的 而几乎很少吃那种 就很少有那种一大盆米饭 一大盆面条那种吃法 平时也很少吃高糖的水果 零食都很少吃真的 我经常喝茶叶 就是毛尖白茶乌龙茶这种 最近呢我也买了个杠铃 就是在家练着玩 毕竟我现在 也算是个视频博主 要经常出镜了 就想着能练点练点肌肉 是吧 然后别看上去软绵绵的就行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要去带娃了 拜拜